哈哈哈哈 来了 好家伙 我以为是洲际导弹从水底发射了 不过这导弹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头啊 哈哈哈哈 来了 这里是越南的一条航道上 这里的水上交通比路上的汽车还要打几 一个个油门全开 拼了命的往前冲 场面甚至不输索马里海盗 因为船只众多 超在严重 很多船长又仗着自己投铁 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水上沉船事故 你看这条船 没给你直接撞翻就是好了了 我让你过来插队 船可不比汽车 不是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再看看这条船 装货装到一半 船居然沉了 此时船长都傻眼了 自己只是去蹲了个坑回来 船都给他干没了 这也太过分了 当然还有这种操作失误的 在过闸的时候 直接被强大的水流给吸住的 现在算是玩大了 出都出不来 这种情况下不仅赔了一船的沙子 还要倒贴人工费 只有将沙子全部洗掉 看能不能出来 无独偶偶 这种被闸口吸住的事件 在当地那也是经常发生 这条船也是同样的情况 它同时被三个闸口吸住了 只能是将这船的沙子 给它全部弄掉 才能有出来的可能 他们在这里整整耗时一天 才将沙子洗掉 让船浮起了一些后 最终顺利脱困 一条铁疙瘩被困这里的话 还好说 像这种木船被吸住的话 只能是自认倒霉吧 正所谓旧的不学习的不来 这条船在这里没有坚持多少时间 最终被强大的水流给击溃了 刚才还是好好的一条船 现在直接是变成了粉末 这水的力量也真是强大 至于为什么当地航道上是不频发 一方面是因为这闸口射击的落后 导致水流传及 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船长的毛笔叫铁 好家伙 看看吧 船头都给它撞弯了 就问你们猛不猛吧 接下来再看看这个水中有个大老黑 而在不远的边上 水中还在不停地冒水 此时这场面可能很多人有疑惑 到底是在干什么 其实他们是在打捞沉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突然 水中的大老黑拔地而起 直接是冲出了水面 并且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这场面属实是有点夸张 这场面简直看比导弹发射 太震撼了 你说他们是在打捞什么 其实就是在打捞这玩意儿 一开始是整个船都沉下去的 经过打捞 船头才撬了起来 而现在这个高度 估计快有20米了 属实是有点厉害 不过经过他们的不断冲击 后面的船尾也将慢慢浮出水面 最终算是将他给捞了上来